香港电影导演会这日公布2021年度奖项结果 借言和刘雅塞继早前在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封帝封后 两位今次在下一城获得导演会最佳男女主角 未来7月举行的金像奖顺理成章 两位亦成为帝后宝座的顶头大热 85岁的四哥再次凭杀出个黄昏青帝 同上次打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一样 是历届导演会年度大奖之中年纪最大的得奖者 四哥回复传媒说 很希望将这份喜悦和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一起分享 又指片场的点点滴滴 好像昨天发生一样仍然是很难忘 祝愿大家保持身体健康继续努力 至于第二道封后凭致此获奖的刘雅塞 说这日一睡醒就被通知获奖 觉得超级意外和惊喜 还说有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奖杯或奖状 很想留作纪念 至于黄丹妮就凭梅艳芳获得最佳新演员 今次获奖可以说为Louise 未来出战金像奖 赞影后和新演员奖打下强心针 希望梅姐的正能量精神能够继续感染到和鼓励到大家 谢谢 至于今届的大赢家就落在陈牧姓执道的遗作路火 电影连夺最佳电影以及最佳导演 电影公司就感谢大会各位评审 将两个奖项颁给路火 肯定作品是近年制作认真 质素超班的香港动作片 同时见证陈牧姓导演的才华 全程投入和付出 至于另一个重要奖项荣誉大奖 今届就由道奇峰获得 赌sir就以简单四个字深表感激 表达获得这项殊荣的感受 另外演员优质道的陈建朗 就凭电影《手卷烟》获得新进导演奖 而电影《续水漂流》就获大会颁发执委会特别奖 其实过往导演会都有举行实体颁奖礼 加免一众得奖者 可惜今年再度因为疫情关系 已经连续第二年只是向外直接宣布赛果